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一个游景钻探平台 在南中国海作业引发越南的强烈抗议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 辛吉尔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的行动具有挑衅性 我们当然注意到有关报道以及事态的发展 我们正在认真了解这个事情 鉴于南中国海最近出现的紧张局势 中国让游景钻探平台 在有争议的海域作业的决定是挑衅性的 而且无助于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 这些事件表明主权申锁国 有必要根据国际法来表明他们的主权要求 并就在有争议的海域内 可以允许什么样的活动达成协议 5月7日开始对越南进行访问的 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同日在香港 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呼吁争端各方谨慎行事保持克制 不能因为短期的经济好处而威胁到该地区的稳定 中国海事局日前发出公告说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海洋石油981号 钻井平台自5月4号到8月15号 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钻探活动 禁止任何船只进入以这个钻井平台作业方位为原型的 三海里半径范围内 越南谴责中国的这个深海钻井平台 在他所说的越南专属经济区内作业 并要求撤走这个钻井平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相关作业完全在属于中国西沙群岛的区域内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星期二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 表示如果河内在南中国海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应该给河内一个它应该得到的教训 VUA卫视丽雅 华盛顿报道